本期我们简单聊一下外域的采集技能 而制造类的商业技能放在下期再聊 首先是技能提升的问题 刚进外域 联盟和部落就可以分别在荣耀宝和沙尔玛 找到各种商业技能的训练室 直接将技能上限提升到375 然后你就可以出门做任务 顺便采集了 第一个最简单的采集能力 采跨 外域总共会有四种情况 首先是最低级的采集能力 最低的摩铁矿 就是这种绿色的矿卖 最低采集技能需求为300点 顺便说一句 TBC新出的制造专业 珠宝加工需要的原材料 就是矿石 注意不是定 以前在60级 几乎所有的矿石 都要熔炼成定来使用 但从70级开始就不是这样了 珠宝加工的选矿能力 能直接从野生矿石中 征选出对应的宝石 所以矿工们记得在70级 卖矿的时候 直接卖矿石就好 除非有客户要求你 将其熔炼成定 接下来高级一点的矿石 就是金金矿 这种矿石会刷新两种矿卖 稍微低级一点 就是普通的金金矿卖 采集技能需求为325 而高级一点 就是负金金矿卖 采集技能需求为350点 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相当于60级的色银矿 与负色银矿 只不过60级的负色 会半生极其珍贵的二十水晶 这一点在70级 就没有这么好的福利了 负金金矿卖 只是能多采几下而已 再来就是外域的顶级矿卖 克金矿 采集技能需求为满级375点 看到这闪闪发光的紫色没有 这就是金钱的味道 没错 克金矿是外域采集系 最珍贵的资源 其熔炼的克金锭 是各种顶级制造物的必备材料 对标的地位 几乎相当于60级的黑莲花 而70级最珍贵的药材资源 磨莲花却变成了半生的形式 等于70级和60级 在这个设定上是相互颠倒的 不管怎么说 外域地图上只要出现克金矿 就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这个矿石几乎每一块 都相当于60级黑莲花的价格 想必因为克金矿卖 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 在TBC将不胜每一局 那这一点就告诉各位矿工们 一旦你们踏足外域的土地 就要尽可能的将采矿技能 提升到375 否则一旦你遇到克金矿 刷在你眼前 却因为技能不够而无法采集 这才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最后就是第四种矿石 横金矿 这个矿石没有独立的采集点 它是半生云上面提到的 所有矿卖之中的 但虽然其实半生价值 却不怎么高 需求点也不太多 甚至远远比不上 采矿半生的其他元素威力 那采矿主要还会半生 土质威力和火焰威力 其中火焰威力能合成原生火焰 算是一个非常值钱的材料 另外采矿也有低几率 直接出各种宝石 这一点跟六体相同就不介绍了 分布地点 除了地域火半岛 咸有金金矿之外 基本上都是全地图分布的 所以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最后要提一下 采矿技能 现在可以对石元素 或者石头巨人类的怪物 实体使用 采集到一些垃圾材料卖钱 当然低几率 也能挖到一些常规的采矿厂物 而后面的采矿 也有类似的功能 接下来说一下采矿 因为新草药的种类比较多 就不挨个介绍了 我在这里列出了 常用的材料级草药 以及他们采集技能的需求 以及主要刷印地图 大家随便看一下就好 细节就是很多草药 都有独特的分布地图 这一点从部分草药的命名上 也能看出一丝端倪 而像远古台 这种只在副本里刷新的草药 就很妖 难道远古是这么个远古法吗 材料级草药看完之后 我们谈一下莲花系列 前面也提到过 70级的摩莲花 是半生于所有的草药中的 就是说你在外域 进行任何草药行为 都有机会同时采集到摩莲花 而摩莲花同样是 70级各种合计的必备材料 但因为这个半生形式使得产量 比60级扩大很多 还因为70级的合计加成 没有60级那么变态 所以需求量也会稍微降低一点 最后就是因为炼金的药级大师 做合计能爆 还有三生旺崇拜能兑换合计的存在 使得合计的产出路径也变多了 这些都导致摩莲花的价格 和60级的黑莲花 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采矿力已经讲过了 对等地位的贵重物 已经转移到客金矿力了 所以采药的玩家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不过就算半生的摩莲花 没有黑莲花那么值钱 但采药还有其他产物 首先所有草药还会半生生命威力 这个东西能合成原生生命 属于不太值钱的材料 最后还有三种独特的产物 要隆重介绍一下 第一种野魔花 半生于魔草之中 这个东西需要60级 和草药学技能275点才能使用 使用后能吸收1000点左右的伤害 持续15秒 算是采药专属的一个小福利 注意这种可以直接使用的草药 都是跟治疗时魔法时共cd的 其实就是类似以前60级的 废伍德水果 第二种烈焰菇 采药技能335点 从战家沼泽采集得来 使用后有一定几率 对远程或近战目标 造成40点火焰伤害 并使你的火焰法术伤害 提高最多80点 持续1分钟 这个东西是火法术士 标DPS的极品 算是个小爆发 而且跟野魔花一样 只跟治疗时共cd 那就说明跟药水不冲突 很牛逼 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不需要 柴药技能就能使用 那还说什么 硬通货 绝对好卖 柴药的兄弟们 在战家沼泽闲逛的时候 不要错过 刷新点真的很少 我对这个东西的售价 表示期待 第三种梦炎草 半生于产制隐约谷的 噩梦屯之中 使用后 使生命值提高2000点 持续30秒 使效果结束时 额外的生命值会被扣除 这对坦克 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在一些压力比较大的阶段 吃一个提升的上限 能极大的提高治疗容错 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破釜沉舟 同样也不需要 柴药技能的使用 那就一样是柴药的 发财手段 这三种柴药的额外产物 一个是柴药专属 一个是稀有采集 一个是半生产物 可以说各有特点 那么大家了解了 这些信息之后 在磨莲花那里丢丢的信息 想必就又拿回来了吧 最后就是柴药跟柴框一样 在那些植物 或者看起来像是 自然元素的怪物尸体上的使用 也能挖出部分垃圾 或者常规厂物 所以材料70级依然精彩 更别说 飞行座器带来的便利性 可是极大的优化了 材料的工作方式 再来看一下剥皮 剥皮的厂物也比较多 基本上可以分为 主流皮革和非主流皮革两类 主流皮革主要就是 结底皮和结底皮碎片 基本上所有剥皮都会出产 而基本上所有的 自皮厂物也需要消耗结底皮 算是60级的 轻中重厚硬甲皮的 常规升级版 而非主流皮革有七种 一样列举在此处 这些非主流皮革的名字 都七星怪状 要不然怎么是非主流呢 我在这里也标出了 它们的主要产出怪物 和推荐发布地点 剥皮当然需要先杀怪再剥皮 所以跟另外两种采集 只需要在野外巡游是不同的 其中眼镜蛇鳞片 和后猎蹄牛皮 是需求比较大的两种 前者主要是用来制作 物理输出职业的腿部护甲片 这是70级的常规覆模 当然消耗很大 而后者就是用来制作 坦克职业的推甲片 以及各种制皮股 很显然也必然是消耗大货 那出厂这两种皮革的怪物 和刷新地点 到时候必然是人满为患 所以我在这里推荐的地点 只考虑了怪物的分布和产量 而人为的野外PVP 或者抢怪的因素 是我无法预料的 大家就好之为之了 至于其他的非主流皮革 消耗量就一般了 虽然可能是一些高级装备的材料 但消耗量百人了 所以必然不会需求多少 大家也不用飞心力去专门剥取 而到底能做哪些东西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找个数据库 一查编织 搜索对应的皮革 然后选择事法材料 就可以看到了 好 剥皮这边就没太多其他的要点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TBC隐藏的第四大采集职业 没错 看到这个标题 懂行的玩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工程学300点的玩家 在战家找得对应的阵营营地中 可以接到一个名为 气阀威力提取器的任务 从死亡地坛里 减15个蒸气泵零件回来交 即可得到气阀威力提取器的配方 画一些不贵重的材料 即可做出一个气阀威力提取器的成品 这玩意儿不板定 身为工程师的你 也可以直接买来用 这也是工程学简朴又无上的杰作 可以让你从外域地图中 漂浮的气体云物中 抽取到对应的元素威力 而如果你佩戴有工程学的专属头盔的话 这些气体云物还会像 快点和潮药那样 直接显示在你的小地图上 所以这个行为才会被我称为 是第四个采集职业 要知道元素材料本就是非常昂贵的那种 参考60年代的水质精华 空气精华等等 70级的原生空气 原生之水也都是非常值钱的货色 而每一张外域地图 都会分布各种元素气团 比如纳格兰的就是空气 张家走卓的就是水 音乐鼓的就是暗影 虚空风暴就是法力 这些都是非常契合地图本来特色的 很好理解 所以终极工程师 就是要开着工程学的飞行器 戴着工程学的头盔 在外域妖威的闲逛 看见矿物就敲 瞅见草药就挖 瞥见气团就吸 完美 你可能学不到这么多技能 那就按理力所能几的来吧 总之 向大家隆重介绍工程学 无数伟大的产物之一 气阀威力提取器 永远的神 你值得拥有 好 商业技能之采集器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 我会给大家带来商业技能的下篇 每种制造业的都有收益 希望大家点个赞 给个支持啊 再不给up主就要做不下去了 开个玩笑 做不下去 我去打战场不好吗 好 我是幻梅杨 让我们下期重燃远真 再见